並且呢 就是再把這個12個工作表列在後面 我們一個個分別來看 所以第一個把那個總表部分呢 裡面的總業績就統計出來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第二個問題要問什麼 再幫我把各縣市的業績加進來 那我們可以把那個各縣市 把那個要統計的 你可以放在欄或放在欄 不過好像放在欄會比較簡單 會比較明瞭一點 所以呢我接下來我們可以 再來把那個01變成02 就第二個問題 不過我們特別注意喔 01變成02的話 你可以複製一下 乾脆直接把01複製 然後改成02 複製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01拖拉之後呢 按Ctrl鍵 Ctrl鍵按住放開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01 那你把這個01把它改成02好了 那我們用這個來改會比較快 不然的話 你如果要重新再插入一個新的書籍 感覺好像動作會比較多 直接複製好像比較快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只需要什麼 縣市 所以這邊的話統計各縣 所以這邊的話有沒有縣市名稱用 那你就把縣市名稱呢 一般習慣是拖拉到列標籤放開 這個時候呢 自動就幫你把那個列標籤 自動就顯示出來 當然呢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重的 我放橫的可不可以 其實當然也可以啊 你把它放在藍標籤放開 它只是說放橫的 不過呢放橫的跟放重的 其實就視覺上來看 你會發現用放橫的 它有個問題啦 因為它旁邊放不下 它就後面看不到 所以理論上好像放在列標 列上面會看起來比較一目了然一些些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產生我們要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呢你產生縣市 這個名稱之外 我們另外還可以利用所謂的篩選功能 其實當然你做完之後的話 它一樣會在旁邊會多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呢 基本上就跟我們之前在 Excel裡面使用過那個篩選功能還蠻像 就是你要找哪一部分的資料 如果你預設是全部顯示 可是如果說你只要針對某些縣市 重點縣市 比如說我要針對是北北基好了 北北基陶等等 反正就是北部的縣市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幫我只留下什麼 全選打勾取消 把那個台北市 不過這次就知道 台北縣桃園好了 OK 這幾個縣市我要留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只會怎麼樣 留下你要的這幾個縣市 的data出來 OK 所以你還可以怎麼樣 針對你要的資料 去做進一步的篩選 那篩選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除了說你可以透過這邊去篩選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只是大概知道說 我知道開頭叫台北了 不是以前叫台北 好啦比如說我篩選的方式 我想要用關鍵字 就像一般我們會用那個關鍵字 查資料的話 那你這邊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那個所謂的這個值的篩選 可以去做其他的篩選方法 那這邊的話呢 題目裡面要我們把它全部列出來 我們把它全部列出來 好第二個就完成了 OK 當然其他你可以配合篩選功能 再去做其他篩選 那另外的話呢 在篩選之外 其實各位也可以看到 上面還有什麼呢 排序啦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邊 除了說可以把你要的 限制 帶出來之外 最後也許你可以怎麼 假設你今天希望 按照什麼呢 比畫少的 在上面 比畫多在下面的話 那你也可以讓他再重新排序一下 讓他做一個 按照比畫排序 那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你要按照什麼 按照資料的順序排序的話 那你也可以按照資料 裡面也可以做 那個Z到A跟A到Z的排序 比畫的排序 或者是你可以按照資料排序 這些都可以 他可以讓你 重新再按照你要要求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主要 要看 一個業績 主要還是由高到低排列 所以看得出來 這一家公司呢 他光台北市的那個業績 所佔的比重 哇 就超級多了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看數字 看不出百分比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延伸出去 最好是 台北市佔比重多少 所以台北市佔比重多少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又不希望說 把他原來的金額移掉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在旁邊 再把銷售金額拖拉下來 但是你會發現 奇怪這個名稱一模一樣 那你沒有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把下面拖拉過來的這個東西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在旁邊有一個 你可以點擊這邊 他有一個叫什麼 那個值的欄位設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邊 改成百分比的話 那你可以點擊旁邊這邊 然後他有個什麼 值欄位設定 那他這邊值欄位設定 除了預設是加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切到那個顯示方式的話 那假設我今天希望 這個公司 各縣市的那個 佔的銷售金額所佔的比重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把它改成總和的百分比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時候呢 馬上就出現了 剛剛我很想知道說 到底這家公司 光台北市啊 他的銷售金額的話 就已經是佔了快一半了 所以主力一定是在台北市 那另外像什麼 台北縣就13% 所以這邊的話 兩個台北 台北 這個台北跟新北 加起來的話 比重就超過一半 所以這個是額外的 所以請各位 再把這個功能 稍微試一下 主要就是像 篩選功能 跟排序功能 另外的話 還有按照 資料的排序 資料排序 Z到A 跟A到Z 的排序 那最後呢 我是再增加一個 延伸性的那個 功能 就是加上一個 所佔的比例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你可以再多一欄 兩個其實都是 把那個銷售金額做加總 只是一個是顯示 它裡面 最後加總的金額 一個是加總金額 再加上百分比 所以特別之外 我這邊只是說 把這個呢 裡面的那個 直欄位設定 改成 計算 百分比 那因為這個功能 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OK 當然底下還有什麼 藍 百分比之外 它什麼針對藍做百分比 做藍橫向的 縱向百分比 等等 不過這相關功能 怎麼後面有 有帶到的 我們再來看 按確定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第二個問題 就是把那個 那個 我們的各縣市 這個業績總額 把它顯示出 如果顯示 它的金額之外 我們多一個百分比